我想在你摊位上吃一个爆蛋吐司自助 美女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同意 40块钱 40块钱咱们可不能反悔 绝对不反悔 不反悔是吧 兄弟们 昨天我在咱们这的小吃摊上 发现有个美女摊主在卖爆蛋吐司 这个爆蛋吐司我已经馋了很久了 配料丰富 鲜香嫩滑 嘎嘎好吃 走 咱们看看今晚能不能给这个美女摊主上一课 我想在你摊位上吃一个爆蛋吐司自助 美女你觉得多少钱你能同意 你很能吃吗 我是比一般人稍微能吃一点点 购量很大 比较大 两三个吧 具体吃多少个我不知道 就是说你得开个一口价 一口价 你这摊位上的爆蛋吐司随便我吃 吃到我保为止 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40块钱 40啊 不是美女 我看一下你这个价格 基本上20块钱就一个了 40块钱也就是说我吃两个就回奔了 要是吃两个之后再吃呢 咱们还是40吗 对 确定吗 确定 我这个吐司很大的 像这种就是一个的量是吧 对啊 哇这确实有点大 不过 不过你确定就行 我确定 兄弟们又吃到自助了 今天咱们在美女的摊位上吃到一个爆蛋吐司自助 美女咱们能握个手吗 40块钱咱们可不能反悔哦 绝对不反悔 不反悔是吧 那来吧 我看你这里面单价最高的是这个牛肉饼芝士爆蛋吐司是吧 对的 你这个直接给我来三个可以吗 三份 对三份 确定了 确定 三份咱们就66了啊 能吃得完吗 肯定能吃完 可以 如果吃不完的话要造价买单的哦 这个可以放心 我只要是要了肯定是能吃完的 你来吧 可以 先用黄油把这个吐司胚来烤一下 再来烤这个牛肉饼啊 接着就是倒下这个蛋液啊 美女这个爆蛋吐司啊 爆蛋是什么意思呀 爆蛋就是蛋嫩嫩 比较嫩是吧 就是咬下去可能会 对 然后里面有芝士 鸡蛋上面还要放芝士 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啊 这个吐司胚里面还要夹一片芝士 洗一些酱在里面 美女这个是什么酱啊 蜂蜜芡蜜 生菜 再放上牛肉饼啊 这样效果已经出来了 加上灵魂鸡蛋啊 我以为结束的时候还有酱料啊 还有啊美女 这后面不会还有吧 有的 就是都是这样做吗 还是给我多加的 都是这样子的 你这料也太足了吧 有不吃的酱的话可以提前说 我都吃 我不挑食 这是欧芹 这也太漂亮了 兄弟们 我现在终于知道美女老板娘 给咱们开40块钱的底细在哪了啊 说它一个相当于两个汉堡 还是太保守了 这一个应该是相当于三个汉堡啊 蛤 快吃 兄弟们都不用我形容啊 看看这个横截面层层分明 就味道绝了啊 当我以为快要吃完的时候 底下还有这么多啊 这样吗 呵呵呵呵 这样很难 你们看到这个面包有多厚啊 完了怎么感觉有点饱啊 没愿意看一下咱们两个吃完了 还剩最后一个 嗯 呃 我就说你怎么 估计的那么整 我两个吃完真的真的饱了 因为我们家料很大啊 很足 呃 咱们现在是这样啊 我以为你这跟汉堡差不多啊 其实你这个一个相当于三到四个汉堡 呃 如果说我这个吃不下了怎么办啊 照价买单呗 照价买单 就是三个二刷一个三个是66 可以看开玩笑 这个我留着我自己回去吃 我自己吃 你自己吃啊 我刚咬了一口 我自己平常有吃 我刚小小的咬了一口 然后给他掐掉 哈哈 那要不是这样 你看 我就是付你66 咱们照价买单 然后这个我带回去 不用 你就付四十 我们刚开始说好了就行了 付四十啊 对 真的 真的 啊 就是说四十块钱 我吃两个带一个 对 有这么好的事情 哈哈 是的 美女老板家不仅长得漂亮啊 而且还非常大气啊 哈哈 没事 是小钱小钱 对吧 最近好事都让咱碰上了啊 即使吃不下 咱们也能带 那美女你帮我打包吧 可以啊 可以啊 真的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吃不掉很正常 我们家的料还是可以 美女我方便问一下吗 问什么 你是单身吗 嗯 对 我觉得你你是真的不可多得的 嗯 爆蛋吐司做的好吃 嗯 长得又漂亮 嗯 最重要的是 嗯 人又大气 哈哈 对吧 你们要是单身的话 我方便说吗 嗯 可以 你们要是单身的话 正经人了 你们要是单身的话 第一 多来照顾照顾美女生意 第二 我就不多说了 你们自己体会啊 我爸妈每天晚上来接我下班的 哦 就说你不要不正经啊 不过话说过来 美女咱们就付40了 我这人脸皮比较厚 你说40我就付40 OK OK 没问题 好的 哎呀 现在让你差不多亏了20多块钱 没关系 好了 付好了 兄弟们看一下 哎 美女看一下 咱们付的是100 哦 怎么多付了 怎么说呢 首先因为咱们挑战失败了嘛 这是作为对我的惩罚 还有一个我觉得啊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你看作业00后 你自己还这么拼 因为我刚刚看 大家看一下 这底下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电脑 这底下还有电脑 我刚刚在吃的时候 美女还在办公 这是她的副业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你啊 夸奖了 这个爆弹吐司啊 也是种草了 下次我想吃的时候 还会来你这里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再见啊 拜拜 拜拜